大家好,欢迎收看佳佳娱乐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陆寒与关小同四年前高调在微博中公开恋情,导致服务器直接瘫痪,连页面打开都卡顿。 每年双方过生日时,必定少不了一颗大大的甜糖。 而二十日是陆寒的三十一岁生日,女方迟迟没有送上生日祝福,因而再度传出粉丝消息。 但最终又要让陆寒的女友粉失望啦。 关小同首在深夜发文为男友庆生,而卡点时间也是非常有神意,卡点在二十三十三十一分。 因为女方的年纪是二十三岁,男方是三十一岁,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等了一天才发生日祝福的原因,为的就是卡点。 对于这两个人来说,卡点是一件浪漫的事情,但对陆寒女友粉来说,一天经历了太多,像过山车一样。 从照片中看,这两个人的感情依旧是属于非常甜蜜的那种,并没有任何感情出现问题的模样。 头靠着头,陆寒手里捧着女友送来的花,这种习惯一直在两个人之间互相延续。 女方过生日时,作为男友,她也一样会送鲜花。 从庆生这件事上来看,粉丝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谣传,更加让人感觉离谱的还是其他传闻。 去年,管晓通在微博中小号中发布了几张宠物的照片,因为文案配文最终被解读为与陆寒分手了,而网友的评论更是让人觉得匪所思,竟然认为女方是在内涵自己被散了。 甚至网络中早已就出现了很多造谣陆寒出轨迪丽热巴的内容,这让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误会加深。 好在最终两个人并没有分手,只是没有按照网友预判的行为做事而已,这两个人可好着呢。 其实早在2019年,就曾有媒体拍到,陆寒、关晓通多次成双陆队回家,也传出了早已同居的消息,但女方当时还在大学期间还没有毕业,对于这样的传闻,双方也都没有回应。 就像此前多次传出分手消息一样,两个人也都是不回应。 陆寒与关晓通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公开恋情,可见两人的胆识,并不会因为怕粉丝托反而隐瞒,所以假如分手,应该也会光明正大公开承认。 所以希望粉丝以后不要过分猜想,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家家娱乐,敬请关注哦。